在我們的三個禮裡面,有一個叫張三國小 那總共大概這附近三個禮的學童,都在張三國小上課 總共有57位 所以現在我們協調,能夠把老師,有一些在外地的,透過台東繞道進到張三國小教書 有9位是在外地一親的,要回到這三個禮 那我們就協調,看是不是要在外地的小學先就讀 或者是能夠回去,或者是採取線上教學 教育局都有規劃 那在桃園國中,有16位學生是在這三個禮 那可能就是要採取線上教學的方式 那設備包括網路,這個我們也都有規劃 也有所準備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大學生 或者是其他在外地就學的學生 那我們就統計,要外出到外地就學的 那當然最快的方式,還是從台東這個繞道 但是因為它的路況比較不穩定 那假如有需要,我們就會協調控進樓隊或者是國防部 來協助我們在山裡的學童或者是學生 能夠順利的就學